神 具金刚 金骨之力 这个金刚 不但是讲 你这个是体质 金刚不坏神 金刚还表智慧 慧能大师开悟的 五句二十个字 你统统具足了 本智清净 本不生命 本智具足 本物动摇 能生万法 你一到极乐世界 就居住了 真的是方便当中之 奇异的方便 无比的方便 待一往生 人人都有份 前面我们都过 叙事今生 造极重的罪业 只要真正忏悔 对这个法门 真心 切愿 也都能往生 灵命终时能够回头 一念十念 都能得神 这还得了吗 这世间 找不到这种法门 这个地方 有一句话 必须要交代清楚 不交代清楚 我就有罪过了 因为你听到我讲这话 哎呀 这个法门好啊 现在干坏事 不要紧 到灵命终时 我忏悔 再往生 那你就可误会了 离上讲得通 世上有麻烦 世上什么麻烦呢 你造罪业 害的那些众生 你灵命终时 那一些众生 障不障碍你 他要来障碍你 要来报复你 灵命终时 你的正念提不起来 你会得痴呆症 你会受这些冤亲债主干扰 这些冤亲债主 要拉到你山土里头 去报仇 欠命地还命 欠债地还钱 来不及了 要怎样呢 今天就忏悔 决定不干坏事 灵命终时才有把握 不要以为经上讲 因为讲理上是如此 最后一口气 你是不是清清楚楚 灵命百闻 让你好忏悔 念佛往生 关键 所以灵终 灵终能不能往生的 都三个条件 头一个头脑清楚 一点不迷惑 第二个呢 有善友提醒你 劝你念佛求生见度 立刻就接受 立刻就念佛 这个条件要具足 才行啊 要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话 它不是佛经不灵啊 是你自己凑毁了经意 你还有侥幸 不要紧 阿弥陀佛临终 我一念都能往生 我现在多 多害几个人 还不要紧 那错了 完全想错了 那个时候 懂这种念头的人 就是现信 带业 古大德讲得很清楚 只能带旧业 不能带新业 你这种旗帜能悟念 还干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是现前的 这个新业 这不是苏业 不是旧业 这个不能带的 还活宽 云青债珠找麻烦 我们学佛的人知道 有些确实有天眼的人 他能看见 他听不见 他会看见 有一些念佛人 身旁边都跟到很多 云青债珠 特别是在超剑发挥里头 能看到 那些都是讨债的 他来参加发挥的时候 他有求于你 希望你超度他 超度用什么 真实功德 真实功德了 我天天想方法害别人 陷害别人 我天天在拜佛念经忏悔 有没有用啊 没用出来 忏悔 真意 真意是后不再造 今天干了 晚上忏悔 明天再干 晚上又忏悔 管用吗 他不管用 你完全错用了心 这个不但是不管用了 罪上加罪 一般人不懂佛法的人造罪 心有可原 你学了佛法 还要造罪 以为你还可以投机取巧 走佛法的漏洞 造作这些罪业 那就错了 全错了啊 这些道理不能不搞清楚 不能不搞明白 极乐世界人都是真心 真诚心啊 决定没有虚伪 啊 决定没有三星而已 啊 所有一切不善的星星 要把它断掉 才有往生的希望 啊 不然的话是 决定不可能 经不能不读 不能不听啊 啊 我决定不能做 啊 上天害理啊 古报都在阿比地狱 极乐世界没份 这是不能 不知道的 我决定不过 这个人 我决定不见 我决定不过